坚持非紧急、非必要、不出境 严格审批签发内地居民出入境证件 上半年,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.5万本 主要是由为出国留学、就业和商务 签发量仅为2019年同期的2% 同时,暂停境外高中风险等级国家人员 口岸签证和入境过境免签 严格执行陆地口岸客庭或通政策 并对入境货机实行专区验放 对涉意重点国家的船舶及其船员 实行非必要、不登轮、不登陆、不搭靠的措施 确保防疫安全 强化大数据预警 及时向海关、卫健部门和属地联防联控机制 通报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信息 有关方面,从中核验确诊和疑似病例 4586人 密切接触人员34.3万人 有力地服务了全国的抗疫大局 有力地服务了全国的抗疫